提到《我的祖国》这首歌,不得不提把它唱到红遍大江南北的艺术家郭兰英。 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道花,香两岸,我家就在岸上住,听惯了烧工的耗子,探惯了船上的白帆。 有人说郭兰英是一个时代的标杆,他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,也目睹了新中国的成长。 确实如此,甚至郭兰英的歌声里都有股年代感,一开嗓带着他的独特的山西口音,立即就被引出了心里的千丝万绪。 歌声穿透了时光,道出了倔强的中国,不屈的中国,强大的中国,每一次听都有不同的感受。 可以说,郭兰英的歌曲成了无数中国人永恒的回忆,经久不衰,但除了他那辉煌的歌唱事业,他的人生却充满了坎坷和悲惨。 1930年12月,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的一户贫困家庭,已经有五个儿子的父母,一瞧见郭兰英,他们欣喜异常,并为郭兰英取小名,心爱。 但郭兰英并没有成为家里最宝贝的孩子,相反,他是家里最悲催的孩子。 郭兰英家境贫苦,只靠父亲一人苦苦支撑,一个人要养活一大家子。 面对郭兰英的到来,父母从一开始的欣喜若狂,到后来的忧愁白发生,只因他们供养不起这个孩子。 别无他法,父母只能狠下心来,把郭兰英丢弃在村外的野地里,让其自生自灭。 被丢弃的郭兰英当时已经奄奄一息,幸运的是,这个消息被传到了郭兰英姑姑的耳中。 与时,郭兰英的姑姑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孩子,还未从悲伤中走出来,便将郭兰英抱到了自己家中,好生照顾。 郭兰英三岁时又被送回了父母身边,那时的他就已经显露出了唱歌的天赋。 细细那年,父母希望他能有一门手艺,以后能糊口饭吃,便将他送去村子里有名的郭阳城那里学习近距。 但好景不长,六岁时的郭兰英十分聪慧,虽然不识字,但他背下了三字巾。 小小的他,记忆里抄群,被人盯上了。 这个人劝说郭兰英母亲,孩子在你们这儿,说不定饿死,如果你们希望孩子能够活着,就把他卖给我们吧。 郭兰英的母亲,动摇了,他虽不舍自己的孩子,但确实无力养活他。 母亲正打算用八个小钱把郭兰英卖了,恰好这时,郭兰英向母亲大吼, 我死也要死在家里头,你已经扔过我一次了,这次别再扔我了。 这一句话,让母亲痛彻心扉。 卖兰英就是在割自己的肉啊。 最终郭兰英留了下来,但九岁那年,寒冬时节,家里吃不饱,穿不暖。 母亲只得把郭兰英卖给了太原的戏班子,换得五个小钱。 从此,郭兰英颠沛流离,无所依靠。 在戏班学习的那五年,是郭兰英的至暗时刻。 每天五点起床,饿着肚子去野外喊嗓子练声,迎着刺骨的寒风咬牙坚持。 戏班里的人都不识字,师父只会口述。 郭兰英只能边听边自己消化,晚上睡觉时也不得安生,整着腿睡。 时不时,师父来敲腿让郭兰英换腿。 不仅如此,郭兰英平日里头都生活在严苛的管教中。 练功,翻跟头,师父拿着鞭子,动作有一点点不到位,就是一顿皮开肉战。 最狠的意思,郭兰英临时被教训顶替《蝴蝶碑》里的一个角色。 一长段一长段的台词,要求一字不错。 郭兰英硬是凭借着惊奇的记忆力把戏插完了。 但中途出了一个小插曲,有一句台词稍微磕了一下。 一下台,郭兰英一脚被师父踹到门边上,然后用长枪杆打了一顿。 卸完妆又继续。 那时的郭兰英伤痕累累。 彼时,郭兰英已经12岁了,他不服气。 师父看到他这样倔强的样子心里来火,拿起板子就往他肩膀砸去, 甚至用烧火的棍子在他腰上,腿上猛砸一顿。 也是从那一刻起,郭兰英立志一定要成为灵卷,一定要有出息。 在无数个痛苦的日日夜夜中,郭兰英练就了自己的好身手。 翻跟头下腰,踢腿打顶,随便一个动作都能驾驭自如。 时间历练了他,他也渐渐地小有名气,人们口口相传。 婉转曲折的唱腔与音绕梁的境界,令人们纷纷起来欣赏这一名角的表演。 一时间,郭兰英的所有演出作无虚席,被称为近距里的梅兰芳。 14岁,功成名就的他,从小就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。 正所谓每个名折的成长,都是一部苦痛铸就的书。 16岁那年,郭兰英迎来了他人生入口的一个转折。 一次偶然中,郭兰英看见了歌剧《白毛女》。 从此,他便迷恋上了歌剧,于是他决定离开近距团,加入了文工盘。 他也成为了文工盘里的一个小卫义兵。 为了和自己深深练练的歌剧接触,郭兰英和领导谈条件。 你们让我演歌剧,我就改山西的口音。 领导迫于无奈,同意了郭兰英的要求。 而郭兰英的第一次亮相也没有让任何人失望。 多年的练习终究不是白费的。 扎实的基础,专业的戏曲功底, 让郭兰英在王大娘感激中大放一彩,一路大获。 十九岁时,郭兰英被邀请出演《白毛女》中的喜儿。 她将纯真无瑕,顽强生存的喜儿活生生地表现在了我们面前。 用她的歌声控诉着,啜泣着,令人动容。 后来几年,郭兰英又陆续唱了《夫妻十字》,《斗鹅烟》,柔胡兰。 这再一次让郭兰英在歌剧界打开了新的局面, 并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辉煌。 不满足于此的她,开始了歌曲的演唱, 甚至开始为影视剧配唱。 每一首歌拿出来都是经典,韵味十足。 比如说,山丹丹花开红艳艳, 一道道水来,一道道山。 人说山西好风光,南尼湾我的祖国。 这些歌在当时可都是风靡全球的存在。 彼时,郭兰英的事业蒸蒸日上风头无两, 但是命运并没有眷顾郭兰英太长时间。 有一次,郭兰英被四个踢幅手的轮番拳打脚踢, 而他们发现力度不够,便又开始一顿猛踹, 一下子就把郭兰英的脊椎给踩偏了。 郭兰英一度瘫痪,连医生都说下半辈子只能这样了。 三十多的郭兰英瞬间对生命失去了希望, 心如死灰,甚至想着轻生。 突然,郭兰英灵光一现,想到了刘胡兰, 想起了她的坚强,她的勇敢。 郭兰英似乎找到了一根支持她活下去的精神支柱, 她隐忍着病痛带给她的折磨, 心里向往着美好的生活, 慢慢地她开始复健, 从坐起来到双脚落地正常行走, 她用了几年,但她一直没有放弃, 还暗自给自己打气。 终于有一天她成功了, 歌剧的人物灵魂唤醒了郭兰英, 让她直面悲惨正视内心, 那一刻郭兰英和歌剧就已经分不开了, 她也被冠上了艺术家的称号,得意双心。 1982年,郭兰英因身体原因告别舞台, 一代艺术家就此谢幕, 不过郭兰英并未全然离开这个圈子, 而是转向幕后,安心坐后盾。 1986年,郭兰英在广东创办艺术学校,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歌剧人才, 相比较郭兰英有所成就的事业, 她的感情经历也十分坎坷,令人唏嘘。 郭兰英有两段婚姻, 但每一段都有着不可言说的心酸和遗憾。 郭兰英的第一任丈夫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声勋演奏家, 国家一级演奏员演奏大师方浦东。 两人因歌剧结缘, 郭兰英在台上表演, 方浦东在台下欣赏, 通有点偶像粉丝爱情奔现的意味, 两人都对歌剧有着强烈的兴致, 一见如故相谈甚欢, 时日一长渐渐地生出了感情。 但不是所有的偶像粉丝的爱情都能像李谷一和肖卓能那样, 呵护包容, 从一而终。 两人本处于热恋期, 如胶似漆好不甜蜜。 恰好正是郭兰英被查出怀孕的好消息, 两人更是化作连体英, 郭兰英在哪儿, 方浦东就跟到哪儿去, 在一旁悉心照顾老头。 彼时, 塔里安排他出差, 去参加一场魅魅演出。 面对这种荣誉味的演出, 郭兰英不好拒绝便同意了。 方浦东担心郭兰英和他父子里的孩子, 打算一同前往, 然而意外还是来了。 在返程途中, 郭兰英不慎流产, 导致身体受损严重, 无法再次受孕。 在那个重视香火传承的年代, 女子若是失去了生育的能力, 那便会被人看不起。 都说不孝有三, 无后为大。 传统的方浦东不愿意让自己无后, 悲伤不孝地骂名, 就和郭兰英分道扬镳了。 当时的郭兰英还沉浸在自己, 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这一悲伤中。 也是那个时候, 他遇到了现任的丈夫, 万兆元。 万兆元是李苦禅的关门弟子, 一位深藏不露的画家。 两人在机缘巧合下相识, 一路相谈下来, 郭兰英的脸上净是笑容, 两人也在相处中渐渐轻心。 这样一对帅哥靓女, 任谁都说般配。 但郭兰英拘泥于自己无法生育的事实中, 不敢回应万兆元。 直到有一次万兆元来问郭兰英, 郭兰英也痛苦不已, 说出了真相。 而万兆元却毫不在意, 或者说他表现出不在意的样子, 才让郭兰英卸下心房, 不再折磨自己。 郭兰英并没有想到, 自己会遇到一个不在乎自己离过婚不遇, 还温柔地呵护自己的男人。 那时郭兰英就在想, 这个男人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吧。 婚后两个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 虽然他们没有孩子, 但两人依旧和和美美的, 相互扶持,牵手相伴。 只是未曾想, 命运跟郭兰英开了一个玩笑。 本以为能获得幸福, 和万兆元白头偕老的时候, 万兆元因病去世了。 那年的他68岁, 丈夫离他而去。 郭兰英,国家一级演员, 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, 可以说是一代传奇人物, 可传奇的背后透露着一股心酸泪, 如今90岁高龄的他, 孤身一人, 无儿无女。 回顾郭兰英的一生, 他虽然有辉煌的事业, 但他的半生都是在痛苦中度过, 上天好像从未对他留过情, 但这个奇女子总是能给我们惊喜。 在2020年的央视春晚中, 90岁高龄的郭兰英气息不足, 以至唱功不如当年, 但仍神采奕奕, 笑容满面, 淡定自若, 丝毫不见命运在他身上 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痛苦。 在郭兰英身上, 我们看到了一个刚柔病济的女子, 看见一个以己之力, 抵抗逆流的女子, 更看到一个为了爱情而变得温柔甜淡的女子。 这样的郭兰英, 值得我们一生记住他, 尊敬他。